Hello 大家好 今次介紹的角色就是剛剛新出的加伯烈 加伯烈就是聖經中出現的其中一個天使 他的積階是非常高 是一個次天使 傳說中正規就是在後期講過 聖經統一之後 聖經只有兩個天使的名字有記載 一個是米加勒 一個是加伯烈 其他所有天使 包括拉菲爾 甚至烏烈 這些全部都在正典的聖經是沒有記載的 我以前讀中五的時候 我有讀R2 聖經科 裡面就是沒有提到其他天使 什麼路西法是沒有的 唯一只有名字是加伯烈和米加勒 為什麼我之前說不知哪個天使的時候也提過 其實因為在中世紀的時候 歐洲是縮清了聖經 因為當時聖經有很多版本 有什麼手抄 口感 即是死海文書 即是找到幾篇聖經古文 很多版本 後期就血腥統一了 其實根據當時選寫和集合教皇的命令 其實只是說真的看他喜不喜歡 當時烏烈爾 甚至拉菲爾 這些全部都被列為墮天使 即是這個邪教 即是如果順拜他們的話是邪教 但大家如果有讀歐洲史就知道 在中世紀的時候 如果你被人誣衊為邪教 或者看你不順眼的話 你是女巫 你就很麻煩了 有興趣就請自行問你的細思 阿sir 所以正統的刺天使 其實只有加把裂 即是正點的聖經 那六翼的刺旁 即是後面有六對翼 其實都很奇怪 大家一般認知 天使只有兩對翼 六對翼就 可以看回我們遊戲中的畫面 即是上 中 下 角 有一對翼 其實天使 加把裂 其實是四大天使裡面人氣最高 即是我不是說怪難 我說實際上 因為為什麼 首先我要說一說 其實天使 就沒有分性別的 天使其實是一種神的 賦人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主要是神的信使 即是負責傳遞神的旨意 神的意思 命令 等等 所以天使可以說是一個生物的物體 但又沒有任何性別 所以天使可以有男可以是女 即是沒有分性別 一般來說 聖經裡面 大部分天使都會用男性的形態出現 唯獨是加把裂是比較特別的 其實大家最有名的事跡就是他向耶穌的爸爸 其實這個言格來說 耶穌的爸爸應該是神的 但在人世間耶穌的父親好像叫什麼 約翰 他老婆是瑪莉亞 未婚懷孕 加把裂就跟這個約翰說 神將會... 這裡差點用一個不額字眼 因為很大 因為其他宗教你說也不重要 但基督教說錯話很大問題 即是神將他的兒子 注入了你老婆的肚子 所以你老婆雖然是處子之身 但她是會懷孕的 你不用擔心 不用怕是否帶這個綠寶橙汁 是神的兒子 也是你的兒子 在這個人世上 她會先跟這個約翰說了 即是申報了 因為如果不是... 在古時你那個猶太人那些打 中東那些 嘩 你嘗嘗 你嘗嘗 出軌啊 那些空間 你死定了 拿石頭扔死你 約翰知道了之後 當時告夢給這個約翰知道的 正正是加伯烈啦 其實加伯烈的形態...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聖經有沒有說是否用女性的形態 我記得好像是有說的 即是那個用她字 那個她字 我不知道逆管問題還是怎樣 那個她字是女性的她 另外多數相傳加伯烈的形象就是手持這個仙花 那朵花巨紋是百合花來的 右手就是慈劍的 非常之外觀是這樣 加伯烈在記載裡面 在這麼多天使裡面 她是比較柔和 比較有感性的 她曾經記載過她本來是神最寵愛的天使來的 即是最得寵的 但是因為加伯烈拒絕去毀滅羅馬 加伯烈就不想做這個殺戮 她就拒絕去毀滅羅馬的天使 於是從此開始 加伯烈就開始失寵了 即是記載上是這樣說 那你也可以看到加伯烈 她本身真的有這個人愛慈愛之心 她是不想殺身的 所以就加上她這個女性霸的形象 令人感覺到有少沒有愛的形作型態 所以就比較受歡迎 即是對比起米加伯烈這些強硬 這些是神話一就一二就二 即是天君之劍來說 即是太硬朗 即是米加伯烈 對比起加伯烈就比較柔和 即是善解人意 那些人也可以向加伯烈討告 通常其實加伯烈是比較保佑你學習 例如有些不明白的東西 他們就說如果你向加伯烈討告 那可能加伯烈就會回應你討告 就會將一些類似智慧 即是幫你開竅 即是你討告的東西我不會 我不是說假 我不會討告的 即是向神討告他會不會回答你呢 還是心理作用呢 我就不說了 其實我覺得加伯烈這件事 跟這個魔力之天有少都相似 因為魔力之天他也是可以這樣保佑你 你可以向魔力之天討告 那他也是會問 即是我不知道你是自己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即是你的心是會慢慢浮現起一個答案 或者解決方法 那這個就是佳伯 佳伯 佳伯 對不起 尊重一點點 其實加伯烈的確是我比較喜歡的天使 那我其實對加伯烈最深刻的形象 我仍然都是這個真女神轉身3 大家可以看回我懷舊遊戲的推介 那條影片 那裡面是有三大天使在空中 慢慢飄下來 加伯烈是站在中間的氣勢 那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其實已經愛上了加伯烈了 說真的 你可以看回 那當然我濕婆的名字也是玩那隻遊戲 所以其實真女神轉身3對我影響很大很大的 很多神話故事 都是由那時候開始自己慢慢在網上找我才有興趣 那當然它的難度 如果你調到最高的話 是十分變態 我不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玩這個遊戲 是比較平常的 如果調到最高難度 我肯定你第一場戰鬥都有機會炒 那接著說回正經 加伯烈 很順口 加伯烈 對 加伯烈 那說回遊戲的形態 其實加伯烈 雖然其中一個形態是手撿仙花和寶劍 但他仍然有一個形態 通常說他是拿著一個大喇叭 而他的名字叫聖告大天使 這個聖告大天使 並不是說他是告夢天使 即是不是說他報夢給耶穌 聖告大天使 其實每一個大天使都有一個職責 就是耶穌是末世 這不是耶穌 是神 在這個末世 即是世界滿人 的審判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天使都有不同的職責 那 我只記得 我 我不太記得 那好像米加勒是負責審判 即是點人數 其中 其中有幾個是負責 拉菲爾好像是脆 我不太記得 那代表是向這個世界宣告這個審判正式開始了 所有死者的靈魂就要開始喚醒了 接受上帝的審判 所以你可以看到加勒的身份地位是挺顯赫的 因為他負責最重要的職責的吹喇叭 遊戲中神化形態 你可以看到他是樂園守護者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加勒另一個職責 他就負責守著伊甸園 其中一條聖道 就是一條神聖道路的意思 以防止這個撒旦的入侵 那他跟這個烏裂爾一樣 因為烏裂爾是負責守著地獄之門的 他也是負責守著伊甸園 但我覺得這兩個人都是失職的 最後都是失職 因為撒旦幻化了一條蛇去蘋果樹上 引誘阿瓜和夏當食 從結果論來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兩個守著門口都被人入侵 實際上他的職責就是 樂園守護者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到他遊戲中的形態 是隱者去警戒放飛鏢 他就是因為負責守護一切 即是不讓惡魔入侵伊甸園 因為是一個神的淨土 加巴列的故事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大家知道伊斯蘭教這裡就說一說 伊斯蘭教其實他的來源跟基督教很相似 很多基督教裡面的大天使 其實在伊斯蘭教裡面都有 其中加巴列也是一個 相對地受歡迎的程度 在伊斯蘭教比基督教高 加巴列在伊斯蘭教身份也非常高 而加巴列曾經就向這個... 尿斯林 我死定了,我怕讀錯 但這些東西讀錯真的會死人 尿斯林 加巴列就向他傳遞這個神的訊息 以及向伊斯蘭教 即是向他們人民宣告神的旨意 或者他們的使命 他們的義務職責 即是傳遞神的話語 所以在伊斯蘭教裡面 加巴列也是一個神的使者 稱呼 另外伊斯蘭教有一個比較出名的大天使 梅特龍什麼鬼都忘記了 很奇怪,怪彈還沒有 這個大天使很有名 在很多遊戲 甚至是PAD 和Crash Fever裡面都有 我比較期待這個大天使的出現 因為這個大天使 根據記載其實也很厲害 因為他非常類近於米加拉的身份地位 這裏就不說太多 然後繼續說回加巴列最後要說一說 說加巴列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加巴列的名字 的意思就是 上帝是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是來自上帝 可以這樣說 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加巴列在怪彈裡面的強盜 應該都不容置疑 那他在暫時的關 即是就算去到日版的關卡 也仍然還可以出場 但其實看日版的走向 你都看到是慢慢想克制加巴列 因為加巴列很快就要布魯西法的後塵 因為太強的關係 一定會遭到封殺 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始終在封殺前的關卡 即是代表加巴列都很適合打的 即是你都可以出加巴列 他的地位跟魯西法差不多 打某些關來講 你可以用他 但就未必是最合適的一個角色 但你都可以用他 因為他的友情強 就算他不是最合適 你單憑他的友情都可以清掉很多怪 或者扣到BOSS扣到很多血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作用在這裡 未抽就很快抽 只剩下日座 陰公豬 只剩下24小時 我也是只有一隻 雖然馬雖如此 我一定要抽到兩隻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